那个Chassman是谁啊 你常说的那个Chassman 到底是谁啊 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对了 叔叔阿姨 刚刚忘了介绍 我还有一个名字 叫Chassman 你看 应该就是这儿 在电子经济的基地里 那走吧 一切匪夷所欠的事情 都可没发生 队长大人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来自队长大人奖励你的小红花 傻猪鹿思成 臭花菜不掉了 不喜欢小红花啊 先要给你画个王吧 于是他们就去干这种 偷鸡摸狗的事情了 你够胆子再说一遍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我请看 我请看 好 你请 然而 岁月静好 一定不是你这里 爸 妈 那个Chassman是谁啊 你常说的那个Chassman 到底是谁啊 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对了 叔叔阿姨 刚刚忘了介绍 好 我还有一个名字 叫Chassman 好好好 昨天晚上睡得倒挺舒服啊 对啊 以后我也要早点睡 好 那是我们的电竞去 这环境不错呀 有点意思 餐厅在这儿呢 来 叔叔阿姨早晨好 早晨好 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不知道叔叔阿姨的口味如何 所以每一样都买了一点 有粥 油条 豆浆 咖啡 还有帕尼尼 喜欢什么随便挑 哎呀 这也太丰盛了 这也太丰盛了 大家一起吃吧 我们一早吃过了 叔叔阿姨请慢用 好 谢谢啊 叔叔阿姨早 你好 我的名字是韩妹妹 早晨好 早晨好 你怎么办 叔叔阿姨早 早晨好 昨天那场比赛 给分开一定时间 叔叔阿姨早 早晨好 好 那我们下午找个时间 跟大家一起祝福一下 好 瑶瑶 妈跟你说啊 这里挺偏的 昨天晚上来的时候 都没看见什么人 你晚上要是出去啊 千万得找人陪你啊 别一个人出去 妈 我又不是小孩子啊 能自己照顾自己的 再说了 我们都是队友 都差不多的 谁陪谁还不一定呢 呦 真要有事出去啊 可以叫那个 杰森曼陪你啊 诚哥 算了吧 他叫陆思诚 他叫陆思诚 家里是干什么的啊 家里是干什么的啊 好像是做生意的吧 妈瞧他那个样子呢 家劲应该不错 也挺有礼貌 是不是留过学院 是这辆吗 就是他 你好你好 滴滴专车李师傅为您服务 请问您是伟号 零三零五的乘客吗 对对对 去高铁站 好 我来帮您拿吧 不用 我自己来 我来我来我来 好 你歇着 你歇着 来 谢谢 他在哪儿 流的血呀 不知道 妈 你问这个干什么 要不要我把他户口本 也拿来给你看看 你都有他户口本了 上车啦 上车喽 好了 好啦 走啦 来 您请上车 来 小心小心 请二位接好安全带 爸 妈 一路平安 到家给我发微信啊 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瑶瑶 不错 加油啊 按时吃饭啊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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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 开礼会了